这两天关于人教版数学教材的插画事件 让很多学生家长血压升高是群情积分的 如果说美国有人用这个玩意儿从肉体上残害儿童 那么在中国就有一些会逼从审美跟意识形态上残害儿童 就一句话恶心 孩子是承载着家庭对于未来期望的 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让孩子全面发展 最重要的是要让孩子培养起一个正确的三观 有人在孩子的教材上夹带私货 这是绝对令人无法接受的 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雷哥今天带大家好好探秘一下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首先咱们必须要清楚教材对于孩子们有多重要 这几年活生生的反面典型案例就摆在咱们眼前 绿哈姆岛上的台独势力修改科纲去中国化 把台独思想植入到孩子们的脑子里 造成大量的台湾年轻人变成民进党的铁票舱 天天在网上散布仇恨大陆的言论 日本的右翼为什么越来越猖狂 就是因为他们也是修改教材下手 美化侵略给日本军国主义洗地 歪曲历史 香港为什么那么多废青蟑螂 就是因为这批人从小用的教材他就是有问题的 美国CIA出资的港美中心插手渗透香港教育界 培养出大量的代理人编写港独教材 从小被这种东西洗脑 后期想扭转过来可就非常困难了 最后再看看乌克兰 大量的年轻人支持纳粹都是一模一样的套路 说到这儿 为什么他们的套路都是一样的呢 因为他们的背后都他妈是那个全世界最邪恶的国家 北美臭名昭著种族灭绝反人类诽谤 丑国阿美利卡 雷哥先催为惊 咱们中国也是丑国最主要的目标之一 所以自然这一些领域也是被渗透的重点 在中国军队政府他们渗透起来非常困难 所以就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教育传播文化还有商业领域上 这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关于新疆的纪录片里提到了新疆的教育厅原副厅长 这个两面人就是通过教材在未成年人群体里制造对立和分裂并且传播极端思想的 其实咱们中国对于教育领域尤其是学生教材是非常重视的 1953年的5月份教育部那个时候就开始编写学生教材了 毛主席说这么重要的工作30个编辑太少了 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 宁可把别的摊子缩小点 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 这足以看出领导人对于教材的重视程度 中国人为什么到哪都勤勤恳恳 因为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明白 只有自己种才有吃不完的菜 毫不夸张的说 学生教材是意识形态领域教育工作最重要的阵地了 也是传播正确价值观跟意识形态最主要的渠道 美国虽然喜欢在别的国家的教材上搞事 但是美国自己用的教材里面涉及爱国主义的内容 至少要占到一半以上 美国人很清楚的知道意识形态教育到底有多重要 美国的小学生可是每天早上 都要对着星条旗宣誓效忠的 而在中国是每周一升起一事 就这还被公知无名化说是在洗脑 因为他们自己非常清楚 意识形态教育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这帮人他们的目的就是不让你的孩子接受意识形态教育 而他们必须要狠抓美式意识形态渗透工作 丑国渗透教育界 在克纲教材上搞事的案例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国家有一阵子 谁是最可爱的人直接被删除了 为什么 因为亲美势力当时非常强大 抗美援朝在一段时间内被变成了尘封的历史 这群洞玩儿天天就是友邦惊诧论 他们认为不能提抗美援朝 不能提美国人被咱们胖揍的事 怕他们的野爹心里受不了 好你就说这帮人多见吧 谁是最可爱的人从课本里被删除了好多年 大量红色经典从课本上消失 正好对应的是当时中国舆论界跟思想界 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尚的那个时代 当时就是臭姬伯公知最喜欢的年代 后来随着中国对历史虚无主义批判力度的加大 和最高层的重视 教育界从2018年开始让大批红色经典 回归到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中 202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重新回到了语文教材中 再说到教材里面的插图 我上学那会儿里面很多插图都是非常精美的 里面有很多都是出自大师之手 到了2000年到2014年前后 整体插画开始进入拉胯的状态 最近这些年教育部重新狠抓语文教育 现在学生统一使用的人教版语文教材的插图非常精美 语文他们无法下手了 他们就开始对数学教材下手 而这次被全国人民痛骂的教材 就是人教版数学教材的插图 里面各种阴间画风 把人画的一个个都跟国际脸似的 另外中间还阴阳怪气夹带大量私货 比如说把国旗倒挂 练童的 男孩穿裙子的 女孩穿丝袜兔女郎的 还有在插图上有孩子戴着纹身的 里面还有小孩开着美国的画像机 穿着星条旗 各种美国元素 他们的套路其实特别简单 教材上把中国人往丑了画 然后在英语书上把洋人往漂亮上画 然后这一拉一踩时间长了 孩子们看到洋人自动就矮一头 能让这种东西通过的坏逼绝对是欺心可诛啊 其实这个事从2018年就有人在网上表达不满 当时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这次是全网批判 人民群众是群情积分 网友们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挖坟运动 把所有和孩子相关的教材幼儿读物全部都审查了一遍 找出了好多有问题的书籍 目前教育部已经说了 已经在组织人力开始重新绘制插图 做新版的教材了 五个部委还发布了关于教材工作 追责的具体指导意见 以后会针对大中小学教材的编写 审核出版印刷发行 使用采用等各个环节进行明确的追责和处理 并且加大力度打击相关违规跟违法行为 这次政府的想象速度非常不错 当天的事当天就回应了 这回应应该是彻底斩断了丑国的魔爪了 以后孩子课本基本上就安全了 那么咱们就得谈谈犯罪嫌疑人了 也就是画插图的杂碎它到底是谁 根据教材上的名单显示 插图来自于北京吴勇设计工作室 封面设计是吕敏 郑文娟经过网友的挖坟 这三个人都有问题 先说说关系 吕敏有个爹叫吕敬仁 吕敬仁是吴勇的老师 郑文娟是隶属于吴勇设计工作室的 吕敬仁是上海人 47年生的 他的祖父是做服装生意的 全面抗战开始后 全家来到上海 生意做的还挺大 那时候他们家就是资本家了 吕敬仁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担任美术编辑 1989年他去了日本 跟了一个日本师傅 山普康平 现在他基本就在中国美术圈混 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 他还有四个哥哥 老大在日本东京学院当教授 还是中国翻译家协会成员 老二在美国是专业画家 老三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做教授 老四在美国GP摩根做高管 从2011年开始 他就接收统编教材的设计工作 一共做了十年 他主推的一个所谓的设计人才 就是吴勇 他主编的教材上市之后 他自己说的 社会上有很多声音 但是他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设计 也就是说他们当时 的确是收到了反对意见 但是他们坚决不改 吴勇他自己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 他毕业就被分配到了 青年出版社的政教编辑史 他说当时那个领导 就喜欢他做一些擦边球 又不违反出版规定的东西 而他的领导 就是那个姓吕的老头 吴勇在善斗大学做导师的时候 还指导自己的学生 写了一篇极其臭不要脸的硕士论文 题目叫 人教数学教材插兔设计探究 里面有一句话 直接就露出了他的屁股 这句话是 相比于美国日本的小学数学教材 插兔设计而言 咱们还落后很多 不是因为我们的插兔设计者 画不出高质量的教材插兔 这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 就是制度 看见了吗 又是那句话 一定是体制的问题 都他妈冒出来了 多坏啊 这人啊 这个吴勇啊 他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中国地区的艺术顾问 这还说什么不就明明白白了吗 还有人挖坟道 1999年1月份 他有一份采访记录 吴勇在1998年从中青社下海创办了工作室的第一年 就拿到了瑞士诺华公司 英国皇家芭蕾舞团 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订单 还成为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顾问 一个初创的工作室 这么快就拿到了国际机构的各种订单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 他的老师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 他毕业就进入到中青社工作 出来就单干 然后就拿了一大堆洋人的订单 他的老师 吕敬仁 从2001年接手统编教材设计工作 一共做10年 这些有问题的插图之所以能通过 就是因为画图的 负责审查的 都是他们自己人 这些问题的背后 最令人生厌的又是那个学乏现象 吕敬仁是编写教材的艺术总顾问 而吴勇是吕敬仁的学生 所以这次教材的封面跟插图绘画 吕敬仁不但找了自己的学生吴勇 还找了自己的儿子 还有郑文娟 这郑文娟既是出版社的编辑 又是吴勇工作室的员工 现在中国的舆论场上 那些洋奴最多的地方就是封闭的学乏圈子 什么高校的教师 中国作家协会 什么美术家协会 这种各种那样的协会 这些协会的本身 它就是封闭的圈子 圈子内互相吹捧 互相缩了屌 互相提携 再加上西方NGO是最喜欢渗透这些圈子 开个酒会 弄个大酒店 举办个高大上活动 这帮玩儿屁颠屁颠就去了 再加上大多数这帮人都是和尚一代的老帮子 一提到外国哈拉子就下来了 幻想的天堂 由内到外的自恨的这帮人 十个大嘴巴都叫不回来 而这些人通常还把持一些关键部门 教育部门负责编写教材的人 可是出了不少反贼 2006年前后 有一个叫温利三的混蛋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语文教材的编辑 这个比可谓是五毒俱全 仇恨教员 贬低中华民族 对西方制度极其的崇拜 看见就跪下 十八大之后 这人才被处理 他编的教材被彻底推翻 但是已经使用好几年了 在现在这个阶段 国内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 自我丑化的事件 你往背后深处去找根子 总能挖出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和尚人 美国人稍微给点钱 马上就跪下帮他办事 这帮老东西是真他妈不是人揍的 意识形态阵地 最不应该失手的就是课纲教材 千房万房是内鬼难防 这次事件再次证明了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人教版数学里面的问题插图 毒害了我们的学生这么多年 这可是事可忍 输不可忍 现在五部委要追责了 也是给这些监管部门踢了行 这种错误绝对不能再出现了 防火防盗防丑国渗透 战争可不是光热战一种形态 警钟长鸣啊同胞们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